好的 接下来男嘉宾 你还有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2号 2号女嘉宾 接下来咱看看2号女嘉宾的照片 来 又是一张老照片 满满的胶原蛋白 而且是上了颜色的 看看这张 这张漂亮 这真是越活越精彩 越活越年轻 去年二十几年十八了 那么现在的女嘉宾 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 接下来咱掌声请她上唱 你爱我一生我客户你一辈子 大家好 我是王丽 好 欢迎你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来 男嘉宾认识一下 男嘉宾好 你好 你上哪儿跟那个男子聊得怎么样啊 还行 我看那个男嘉宾对的应该还挺好 女嘉宾是我们的老嘉宾了哈 而且呢在这个舞台上 我看到你的蛻变可以说越来越漂亮 谢谢 真的是 而且越来越自信了 没错 这个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哈 因为你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次了 遇到男嘉宾也非常的多 你觉得这位算不算是你见过的所有男嘉宾当中比较优质的 应该是 这算是你择有标准里面的吗 这个年龄呢 应该找一个比较那个诚实的老实的 过日会过日子你就行 男嘉宾说了 男嘉宾说完年轻的时候老多人追了 现在追你的人多吗 没有 现在基本不接触社会了 为什么 因为你退休了以后就是在家里头 那你六弯嘛 那个 六弯那你不能说见面就跟爷爷 那不可能的 你没有什么朋友啊之类的 朋友现在交往的也不多 也不多 就是几乎是单独行动 基本是以事隔绝了 你像有的时候吧 像有的时候像天天上早事是吧 反正邻居上有的女人跟我打招呼 我就也就打招呼 不打招呼我就不知事了 所以说这点还行啊 要不还想问呢 如果真的是找一个比较帅气的 外边追的人都比较多 这日子过不消 你怎么办 就这种宅着家里边的行吗 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我就想介绍一下 都有意思 看一看热闹嘛 好的 接下来咱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9773号女嘉宾王莉 60岁 瀕阳人 上偶 退休后 做育儿嫂 儿子已婚独立 你说吧 只要你想吃 保证能做出来 香喷喷的 让你满意 做饭我可是专业的 因为我目前还在工作 每天都在给雇主做饭 我虽然现在退休了 但是我还在做家政工作 光是下得了厨房怎么能行 我还能上得了厨房 女人爱美 那可是天性 我更是不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怎么能对得起我未来的老公呢 这是以前的我 现在的我绝对不一样 每天坚持做恋 为了就是有个最好的状态 来爱的选择再次找老伴 爱的选择我来